这是380伏的电源送电 下面接了一个开关电源 像普通的电源接上去 它都该冒烟了 但是这个电源呢 380对它来说小意思啊 这是金星羊的一款超宽超高压电源 这是我在官网上免费申请到的 同时呢还申请到这个 这个是12伏的 然后这个是24伏的 还有这种 这个是导轨电源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官网上看看 这期视频呢 咱主要是看这个电源 你看它这个输入 85到850伏AC 这个范围非常的宽 然后输入端 这样写的有吗 N然后L N是零线 L火线 每一边两个接线端子 这两个接线端子 它是相通的 这个输出端在这 输出端 写的有24伏6.25安 正 就是这两边是正 这两个端子呢 写的有负 下一步呢 咱们拆开看看 拆开了 并且我研究了一阵子啊 咱们大概看一下 它各部分的作用啊 这边刚才说了 220伏啊 输入 零红火线输入 整流 然后三个大电容 这是滤波电容 然后这三个呢 是电源管 就是莫斯管 这个小变压器 是驱动变压器 它是来驱动 这三个莫斯管的 然后这个大的是主边二级 然后你看到这个六个 一二三 这是一组啊 这有三组 这个二级管 这不是这个 刺激整流二级管 这个是啥呢 这是对应每个莫斯管上的 尖锋吸收电路上的二级管啊 然后刺激整流二级管在这里 你看把这个拿掉 这两个啊 三级管模样的 这个是两个二级管 它是并联的 这后边这一排是刺激的滤波电容 刚才说了 这个是驱动变压器 谁来控制它呢 这反过来 这个是电源主芯片啊 SCM1710N 这个芯片 然后输出信号到这个 刚才那个小的驱动变压器 然后再驱动这个莫斯管 这边是稳压部分啊 这个是四三一 然后反过来 咱们今天呢 就摘出这一小部分啊 整流滤波电路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和普通电源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打开 首先印入眼帘的就是 哎 这个怎么是四个整流桥啊 一二三四 四个保险 一二三四 是吧 三个电容 这三个电容呢 它是串联起来的 因为它这个输入电压 最高支持850伏嘛 整流滤波完之后 电压会达到1200伏左右 所以说单个电容 肯定是耐压值不够的 三个串联起来 单个是450伏嘛 三个串联起来 就达到1300伏左右 这儿还有个积电器 这就相当于 变频器上的旁路积电器 它是来旁路这个充电电阻的 这四个是充电电阻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咱们看一下 我画了一个局部图 咱们主要是看一下 它这个四个整流桥 是咋回事 咱们放大看一下 首先看输入过来的火线 经过两个保险 零线上也有两个保险 这就是咱们实物中 看到的四个保险 然后四个整流桥 上面这是两个 下面两个 一共就是四个整流桥 看一下整流桥 它怎么接的 整流桥 它只是用了两个引脚 它其实一个整流桥 它相当于一个二级管这样用了 中间 本来是交流输入端 这两个 它是控着的 这都是控着的 它只是接了 你看 用了上面正级 下面负级 就是用了这两个引脚 其实把它看作一个整流二级管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整流桥内部呢 是你看 这样接的话 相当于这两个二级管串联 然后呢 再和这两个二级管并联 串联呢 可以提高内部二级管的耐压值 然后并联呢 可以提高通过的电流 因为金生阳这款是宽电压输入啊 最高支持850伏的输入 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内压值 实物中咱们看到了三个大滤波电容 这是其中一个 其实呢 它是 大滤波电容旁边还有一个 你看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电解电容 68微法的 它是三对的 实物中是这样的 这是一对 然后 这是一对 第二对 然后第三对 这里 然后呢 它三个你看是串联的 这是串联下来 下来之后 你看最后这个负极接哪了 这个负极通过四个 你看四个12欧的电阻串联 然后接到D 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充电电阻 然后一旦这个充电完成 就是这个是咱们所说那个旁路接电器 它就是这个闭合 就把这个电阻呢 直接短接了 这个D 接到这D和这个D 是同着的啊 通过咱们简单的了解呢 大家肯定知道了 金生阳这款电源呢 它里边四个整流桥 它就相当于四个整流管 四个整流管呢 又组成一个大的整流桥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 那你说整流桥用四个吗 你说保险你也用四个干啥呢 零线上两个 火线上两个 用一个不行吗 是不是也是为了提高耐压呢 因为这上写的有啊 6.3A 这儿250V 知道的朋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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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